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10月7日,星期一,今天到拍影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走勢,看見恆子今天高開了之後,再衝高,之後就回落了,最高是23242 高開,然後衝高,再回落,回落到上一天的收視位附近,然後又有一點支持 中五還在升,看到是260點,現在的看法呢,就要留意它隨時都開始有機會進入4浪 這裡是1,日線圖1,2,這個位置就有機會結束了3浪 準備進入4,有機會是這樣,因為裡面的浪應該數到,經過了上星期這一支陰燭的調整之後,這裡上去又結束了5個浪,所以就有機會結束了 這支陰燭的地方,當然有些位置都要留意,先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 看一看小時圖,看到恆子,這個是上星期的調整 调整完之后,它走了5个浪的结构,看到1,2,3,4,这一个就是今早的升幅,今早的升幅就是这一层,如果它站稳一个比例,因为小五浪,就要看它站稳哪个比例,应该就去到这3个其中一个,小五浪, 如果它站稳0.3,8,2,0.5,再站稳0.6,8,最终就直接升穿0.5,但是又差一点才到0.6,8,然后继续下去,有机会完成了,即是这里开始这个小五浪,有机会完成了,即是这里前面的1,2,3,4,5也都完了,再加上前面,前面可能是一个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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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线就出过了5个小线,那有机会可以出阴阻的阴队,可以看高了阻力 rabbia有机会走显示 area 1,2,3,3浪應該差不多完,如果是這樣,今個禮拜可能會做一個陰燭出來,顯示4浪,之後再走5浪 現在可以先量度一下1浪和3浪之間的比例 現在是2.618,差一點點,到3.618,這個會否去買呢?很難說 如果到,應該是時候出4浪,現在差一點點,但又不到,但裡面的浪 就出齊,形態上出齊,出齊1,2,3,4,5,差了4小時未收音了確認 那會否去買呢?這個比較難說 只要知道,因為他現在就有權結束了,這裡的走浪出了1,2,3,4,5,有權結束前面 結束前面一直升上來這整個走浪,有權結束前面 如果結束後,就會出一個比較大的4浪調整 就是這個,對應這個陰燭 這個是2浪,對應他的4浪 所以4浪有機會是跌多少呢?和跌到哪裡呢?可以這樣量度 找回2浪和4浪比較,看到1比1的位置 就是在22,000點的位置 所以他現在有機會在23,000點,可能會跌到22,000點 然後呢? 再升到24,000點的位置 暫時都是這樣的看法 當然不一定是1比1的,但他之前升得比較多 回套回到22,000點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合理的 那麼 也有另外一種量度的方法 如果玩4浪,就是3浪的0.382 如果這個就應該會跌得更多 這個可以跌回到20,800多 他們現在就有2,000點以上 2,100多 這個就應該會跌到22,000點的位置 所以究竟是跌到22,000點還是28,000點的位置 這個都要看他跌的時候 那個形態和那個時間 即是要觀察著 要觀察著他跌的時候是怎樣 怎樣形態的 這個到時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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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穩到21,800以上,其實後市也有大機會去24,000的位置 除了這個retracement的看法,也可以看看extension的看法 如果看extension的比例,是23,000,然後下位是28,000 看看這個星期會不會站到23,000 站到23,000,可以先站穩23,000,可以先站穩24,000 或者先看上面的MA,這個MA也是24,000 在23,000和28,000之間,也有兩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就是24,000,245,000,還有26,000,大概是這些位置 到時配合浪型的形態,看看去到哪些位置會有哪個浪的調整 譬如這裡是A,B,C1,C2,C3 如果要走C4,即C3完成的位置應該都是 剛剛所說的,量度出來的位置,可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但是這星期會不會站不穩定1比1這個位置 如果不穩定1比1這個位置,他會先試3MA 最少試3MA 這樣 如果3MA有支持,再試23,000以上 就是這樣 暫時的看法 就是這樣 暫時的看法 即是說他現在保守點看,可能這個星期 因為試23,000這個重要的位置 1比1的位置,他可能都會 回到3MA 看來看來 Zhiv 而這星期是3MA 看來是22169 22169 和剛剛量度的2200 也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現在短線似乎再上 風險就比較大 而且空間應該不是太多 上面最多應該是23500的阻力位 23500 就是剛剛度過的 這個走浪的1和3浪比例 3.6100 23400 上面大概有400點空間 但如果他真的做過4浪調整的話 就可以有 1000點空間 上面暫時有400 下面有1000 甚至乎更多 大概是1000-1500 大概是這麼多 恒指就是這個看法 看看 上陣指數 看看上陣指數的日線圖 今天就還未開市 但留意到他日線是去到8轉折 看到這個低位 開始上去 是升了 第8 第9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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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 趨向收 根據時間周期 趨向收音速 這個收音速的時候 就應該在做 可能是在做 3浪2 看到1 2 3浪1 3浪2 3浪2可能就配合到恒指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4浪調整 應該是有機會這樣配合 但如果明天都收陽足 這個浪 有機會 走到 13天 高位可能是第13天 暫時覺得 明天有機會是陰燭的 陰燭的意思就是對應 對應 開市價 如果明天高開 但收市低於 開市價 也算是陰燭 或者 低於 這支 收市價 這兩種情況 也算是陰燭的 看看 標榜8指 看看標榜8指數 看見日線圖 之前也說到 它應該會支援21MA 日線21MA 然後就破頂 它現在就做了兩支羊竹 這支應該都 可能 今晚應該是 做羊竹 應該會破前面的頂 暫時的看法都是這樣 破頂 破頂 通常是 五浪結構的 暫時 粗略這樣看 走了 1 2 1 2 3 4 3 4 5 還差 這樣 那 那 它什麼時候轉向呢 在這裡走完 一早浪就轉向 但是 量度位的話 就可以量度 可以拿回前面這裡 去比較 找回 假如一星穿這個頂 還有幾多的 上面有幾多空間 看到就 五八一六的有機會去 即是一破這個頂 可能會去到五八一六 這樣才開始回落 暫時都是這樣的看法 應該 暫時看下去 應該 應該是有機會破到前面的頂 這個 這樣 看看 看一看道指 上星期收了一支 八是比較漂亮的 下隱線是比較長 然後是一支楊竹 所以暫時覺得 它也是有機會 支援日線的21MA 跟年度的兩個指數一樣 都是21MA有支持 然後就轉上去破這個頂 暫時看到它走了1 2 3 4 還猜一下 那就 如果破上個月的頂 那就是 在做55轉折的高位 看到月線圖 55轉折 它是在做 這55個月 裡面的最高位 接著就會開始 出現調整 所以暫時看下去 應該都是 這個星期應該都可以翻穿這個頂 接著就開始調整 看看 看看 TTT TTT 納指同樣也是 做了1 1 1 2 3 4 3 3 4 5 都是日線 Support by 21MA 然後就 即期找到21MA 然後就繼續破 準備破頂 但它就 應該 有些難度 如果破了今年的頂 有些難度 但它破了9月份的頂 就有機會 看看今個星期收什麼軸 如果今個星期收音軸就會差 看到它低位上來 陽 陰 陽 如果再收音軸 就開始 之後就差了 所以 看看今個星期是否會升上前面這個頂 才再做陰燭 看看 黃金的走勢 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到日線圖 看到它 在一些高位 MACD 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然後它 沒有什麼突破 不上不下 看看 四小時圖 之前在這裡做了一個 調整浪 它又沒有破頂 會不會這是一個失敗浪呢 如果是失敗浪 就應該走一個 在醞釀的調整 看到它 它又沒有升穿前面的頂 所以不排除 這裡是 這個失敗浪 這個是3 這個是5 走完失敗浪之後 就開始做一個 這個5就是一個大級別的3 它可能做一個4 因為它始終沒有升穿這個頂 所以這些可能是 AB浪 或者是1、2浪 然後 再做這個4浪 才再破一次頂 看看周線上個星期收音速 有個慣性動作的轉變 3次羊速之後 它收了指音速 還有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前面都出了幾層的浪 應該呢 在這些高位再收音速 應該就差 這下1支 這個星期都趨向收音速 這個星期都趨向收音速 然後現在是 因為它有機會走 1、2 1、2 3 它有機會走這個4 這個4跟據同的2浪比較 需要最少是90元 這個4浪 最少要90元 因為高位暫時就出來了 但是90元是由這個位置開始計算 就是說 這裡如果要走個失敗5浪 那麼 可能由這個位置開始計算 保守就由這個位置開始計算 這個位置是2685 5 那就減回90 就是2595 90 2595 大概這裡是這些位置 那就是它還有 比較多的空間是下跌的 還有這個是最少 2595是最少的 4浪最少的位置 所以暫時都是黃金 偏向看淡的 偏向看淡 就是 自己對著 走到的 避免轉開你 對著好像走的是A B 去 task C 試過就能 nick 下跌完全 converge JON 雙昇已經轉出到 因為日線圖的MACD已經上水線了,所以暫時覺得原油有機會反彈 周線圖的數量是A,B,C1,C2,C3,C4,C5 但是要留意周線是144MA,看見周線應該是三七七 不是上一張度,但未必會下降 如果是向下數的話,最終也會跌穿 但也要假設是向下數的浪,假設是正確的 如果這個浪未必是正確的話,相信是MA的 可以在MA的位置看好,以下看好 可以看到內浪之間的比例,可以逐步看 找一個MACD浪之間的比例 1比1,應該是可以到1比1 拿回MACD浪之間的比例去看 1比0.764,下個位置是76.41 所以這個反彈,有機會去到76.41 如果去到76.41,也沒有破壞到這裡 對應反彈 相對應的反彈,可以再升高一點 反彈到這裡 反彈到90% 所以反彈到哪裡是很難說的 就是看到周線正在收縮上去 日線圖,這條MA,可能只是做短線的調整 調整完後再升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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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應該是下一個MA 就是這兩條 橫行走這兩條MA 那這些MA的數值比較大 所以它的阻力會比較大 轉向的機會也比較大 轉向的機會也比較大 那就可以看看 也可以看一看它的伸展 伸展均勻了1比1 所以也有利它再向上看 看到1比1伸展均勻了 這個伸展均勻了 A和C,1比1伸展均勻了 下個位置就是78.31 看看那些位置 和周線看法是否配合 周線就說到這個是三角形 所以不應該升穿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是83點幾 剛剛說到78點幾 也是可以 即是它有權反彈到78點幾 這裡是C狼A,B,C 即是它有機會再彈高一點 看一看 未完指數 看看未完指數 未完指數有些轉弱的跡象 看到日線圖 它也差一點才達到這條MA 但它已經收音軸了 有些轉弱的跡象 那 如果它轉跌呢 即是黃金比較看得好 但接著就配合到 但剛剛黃金是向下數 另外它轉跌就應該配合到原油的反彈 接著也配合到美股 看破針 但是就配合不到橫子 看調整的看法 但橫子又不是跌浪 調整其實也還可以 因為調整完 都會再上 所以就沒有什麼問題 接著呢 現在兩站 看到四小時 在牛區 現在兩站 應該大機會轉跌了 它也有陰竹出了 四小時也在出陰竹 日線也有陰竹 那麼 日線應該出現收音軸 就算它今天衝上去 升穿這條MA之後 也有機會縮回去收音軸 暫時沒有站在這條M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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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都是阻力力毀力的 這條MA 有機會撞一撞再轉下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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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 對 那個 那就 A,B,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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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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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现在暂时唯一的数法就是这样,因为这里也数不到有个升浪,所以似乎调整未完 可能就弹上去,再调整多一次,再破定了,即是长线是看好的,比特币长线看好,但是它有机会是再破多一次这个底,做多一次调整 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喜欢可以给个赞,订阅youtube和订阅,欢迎分享给朋友看,你也可以考虑了youtube会员或者patreon会员,那我们明天见,拜拜!